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太突然 4.8卡石紧急调整 草女专舞机制曝光 前台燃烧大师来了 形象改动7选1 元神 太香了 4.8-5.1卡石公布 草叶兰来了 钟离复刻时间曝光 火神 白毛萝莉登场 元神 赢麻了 4.8卡石草女外观调整 5.0那塔资讯曝光 大班尼特 大香尼要来了 众所周知 元神风担4.7的前瞻值不已经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 可以说4.7的前瞻内容干货满满 也属实让玩家们更加期待了 不仅有两位新无星角色克洛琳德 希格文的登场 随神福尼奈也终于迎来复刻 而有关于后续卡石角色等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4.8卡石即将登场的新无星角色 吊香斯了 吊香斯作为风担版本的最后一位新角色 玩家们的期待还是比较高的 之前有舅舅们爆料了吊香斯的形象 色黄头发 麻花变眼镜女也遭到了辟谣 吊香斯并不是黄头发 也没有戴眼镜 这么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还是之前爆料的优异成女 而后续的5.0那塔也将会迎来新的国度和角色 根据舅舅们目前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那塔是龙的国度 里面有飞的很高的龙 那塔的地图也非常的有意思 很多地方会让人灼伤 其实在风担貌似也有几处一样的地方 比如铁甲龙火帝皇的居所附近的水域就是这样 会让角色受到灼伤 至于之前舅舅们爆料的那塔火神 西巴拉克这两位角色 目前已知的都是火系角色 而且都是那塔的核心人物 基本上也就是大香灵和大班尼特居多了 不过版本跨度大 不保真 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众所周知 原神风担4.7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有关于4.7卡什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也已经公布 除了两位新无星角色克洛琳德 希格文的登场外 随神弗尼奈也将在4.7下半卡时来首次复刻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4.7卡时的相关消息外 后续4.8到5.1卡时的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 首先就是4.8卡时角色登场的相关安排 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4.8卡时会有一位新无星角色登场 定位是草后台 是草叶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主打燃烧 复刻角色的话 则是之前舅舅们提到的匿路 莱欧斯利 深赫这三位 而在后续的5.0纳塔 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 目前来看 5.0纳塔上半复刻的角色是纳维亚 钟离 下半卡时登场的角色是之前足迹中的白毛小罗莉安三 还有一位据说是神秘的角色 目前并没有公布 这么看的话 钟离不入混词 纳维亚也到了复刻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 至于5.1卡时登场的角色 上半据说是纳维莱特 咸云 下半卡时是西巴拉克 火神也是目前舅舅们说法最多的版本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众所周知 《云神封单》4.7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有关于4.7卡时角色登场的安排也已经公布 分别是 克洛琳德 西格文 艾尔海森 水神弗妮娜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然后去4.8卡时新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4.8卡时登场的新五星角色是吊相师艾梅利埃 目前已知的是吊相师的武器是长枪 五星草元素长柄武器 效果是增加15%的攻击力 触发燃烧反应时候可以额外提供伤害 最多可以叠加二成 天赋的话 提高30%的燃烧伤害 以及降低燃烧对自身产生的伤害 整体来看的话 吊相师目前的定位大概率是前台C了 和之前的爆料后台草还是有差距的 如果消息准确的话 个人感觉后续的那塔应该会出燃烧玩法 调相师则是该体系的地块拼图 而有关于一条相似的形象也是一直在反转 就目前舅舅们爆料的消息来看 据说是七个形象选一个 具体什么样子还没有确定 至于后续的4.8卡13位复刻的角色也发生了反转 早期爆料提到复刻的角色分别是 纳维亚 尼鲁莱欧斯利 现在的话纳维亚据说延期反而是深赫插队 不过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